寶貴 高姐手複追蹤了你的時候 你的一個心情 說回 當時我在澳門做事 剛巧在按電話 因為我的電話已經按了Instagram 不會通知的模式 一見到那一刻 其實是當堂嚇一跳 然後我就立刻會DM他 是否按錯鍵 因為我感覺到一定是按錯鍵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是醜醜的 他追蹤那三個都是英俊 我醜醜是不會配他追蹤 所以我是想提醒他 是否按錯鍵 因為以免誤會了他的審美觀突然降下了那麼多 所以那一刻心理完全是準備好了 寶貴很為人著想 十幾秒會不會太快呢 十幾秒其實是OK的 只是在乎曾經有 不在乎這個永遠長久 那就OK的 十幾秒 但是刀姐爆了你回覆他 說說很傷心 很不開心 那是禮貌來的 難道跟他說 多謝你很開心 我們是一定要交替他去看 說Suzak 對不住 OK的那些 你明白嗎 當你們幾個見到 DUJ follow了寶貴的時候 你們的作何感想 我也是跟他一樣 因為DUJ沒有可能 你看 一個新同一個朋友都沒有follow他 你憑甚麼 然後你心裡 不是 我打算Whatsapp問DUJ問的 然後我打開Whatsapp搜尋他的名字 發覺忘了跟他說新年快樂 然後我收回 OK OK 所以記得你也有做PR 人沒有PR就甚麼 我沒有 就是沒有新年快樂 所以現在不能說話 OK OK 那我真的有少少傷心 你馬上幸福 其實沒有傷心 因為知道自己是甚麼 你應該開心 他有留意 你按進去看 我這個有答錯 原來他有留意我 想不到 他都很留意我跑步 看看我是否假裝跑步 他就 他電台說 留意我跑完之後 他說很多藝人 跑完之後 就不會再跑 這件事都是 看到DUJ這個前輩 其實是 他真的很留意這個 運動的圈子 他知道運動的人 很多時候 他拿了某些東西之後 他以後不會繼續做下去 所以他就想研究我 這個人是會繼續堅持 還是不會繼續做 所以這件事都是 令我啟發到 做一定要堅持 要做真的事 不要裝作 因為裝作是會有人留意的 正常 你們有沒有試過收過DUJ的 派Like 例如出球 沒有 DUJ不喜歡看我跳舞 我 是 我不在DUJ的List中 很明顯 會不會 DUJ做甚麼 我想就 不好 因為DUJ是一個 貴人善亡 我考步 其實我是那些 民間 那些被市民考 就是我不想 那些市民 煩到DUJ 是的 OK 謝謝 謝謝 這條問題可以問得那麼長 對 這樣也可以答 對 這樣也可以答 謝謝 謝謝